好 眼看着IS行径越来越嚣张 对美国总统欧巴马当然是一个考验 而且呢 这个月啊 这个IS还在叙利亚 抓走了东部的一个部落 数百位居民 一位好不容易掏出的幸存者就说 他不明白美军为什么要在伊拉克发动空袭 而不是叙利亚 因为这个团体在以色列 早就已经超过一年之久了 现在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已经让美国五角大厦都出面要求 美国的空行行动应该要从伊拉克之外 进入伊拉克的邻国叙利亚内 美国参谋首长邓普新更警告 说如果再不行动 那么未来IS会有什么恐怖行动 外界根本就不敢想象 好 我们再来看到华盛顿邮报讲的是 美俄关系因为受到了乌俄之间 这个乌克兰之间的事情 所以已经开始越来越恶化了 那么这当然也影响到美国跟俄罗斯 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一直以来美国太空人 都是需要搭俄罗斯的便车 才能够到国际太空站 然后美俄关系恶化之后 根据了解在未来几周 NASA可能会宣布要建造一个美国太空船 来解决当前的困境 而纽约时报是加上总廊的战火在一起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扬言 要对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台拉维夫的机场中边攻击 不过都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 反观以色列空袭已经炸死了哈马斯旗下 三位高阶指挥官了 好 再来看到的是卫报 科技巨头像是Apple跟Google 积极的跨度媒体业 而美国媒体的巨播 梅多把眼光是看到了英国电视产业了 英国卫报就指出 英国现在的公共广播公司 只剩下Channel 4跟BBC 能不能受梅多等人 李军的科技公司来控制 好 梅多的这个版图 就是越来越加的扩大 你看到的就是今天的 独头条看世界